好 这个九二是龙的德的表示 内卦主德 外卦主业 有德才有业 德是问他的纯 业是问他的大 就是这是一个值的问题 纯是个值的问题 大是个量的问题 所以这边不问他的量 只问他的值 值就是纯不纯 那这个纯并不是免费天上掉下来的 还是要你修才行 那在哪里修呢 不是在特定的重要的事情上修 那个不算 要在平常的 不重要的地方去修 所以要修他的庸言庸行 你在庸言庸行都是真诚的 全副精神没有代曼 这个时候呢 好 他真正的是一个人的 所以他的功夫就说在庸言之信 庸行之情 信其庸言 谨其庸行 好 这个归纳起来就是一个字 维持你生命至始至终的真诚 没有那种假的部分 假的成分 那为什么没有假呢 因为一点点可能的误差 一点可能的偏移 你都在低时间 就警惕就防止 所以这个时候也可以说 功夫而无功夫相 看不出来用功夫的样子 因为这是一个常态的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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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平常生活中都是这样 好 但并不表示要很紧张 这个都盯着那个地方 不 这个是一个 这是一个不自信的表情 真正的平常的功夫 真正的平常的功夫 也就是轻松的 在日常生活中 就是如习所如 我们刚刚说的如如 这才是真正的真诚 所以贤邪存其成 那我们可以说这三句话 就表示了修德 前面是修德的表现 那贤邪存其成 是修德的核心 修这个什么德呢 就是真正之德 什么修呢 证明来讲 纯这个真正 消息负面来讲 防止任何的不真正 那其实孔子有说 这个有人 能够一日用起利于人 有无畏见利古徒者 为什么 因为修德有高标有低标 高标就是耗忍者 最好无以上是要问高标 低标 低标就是物不忍者 耗忍者就是积极地去表现你的创造 道德创造 去创造做人将来出间一家属 所以这是高标 低标就是说 你不让自己成为一个虚伪的人 那你能够这个 这个耗忍者就无以上知了 就没话讲了 不用那么高 你只要误不忍 就算是人 你只要讨厌虚伪 你就已经走在最起码的 真诚的路上 就算是人 如果说是要达到耗人 这个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 我们不必强求 但是你来说那低标的动作 低标就是诚实而已 不虚伪 不说谎而已 不说谎 不是那种 霞太山以差北海那种类型 不是能力问题 完全是纯性问题 你要做 谁都可以做 做不上是因为你不做 不是因为你不难 那么我说 事不为业 非不能业 好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低标 低标就是在平常生活中啊 要你去完成大事业 所以做不到 但是要你平常生活中 就是很诚实的做人 会做不到啊 好 所以不要退卸责任 好 这样的一个最基本的修得 别小看他 到了后来展 开展出来 所有大事业都从这边来 就是善事而不乏 善事 这个事跟前面所谓的顿事的事 不异护事的事 都是指了用事 都指了参与整个的社会事业 就为社会福 善事就是你能够呢 非常的成功的 相与社会 这个为社会众生福利 都做得很好了 做得再好 他都没有一句自夸的话 都觉得这是理所当然 反正这个人的本分 意思就是说 完全不靠任何外在的成就 来支持他的自尊 因为他的自我存在的意义 在你的尊严 全由你自己认在的 至于进一步呢 推起其人 那也是一个自由的 乐意的去推荷 不是因为需要那些 那这个呼应了 文语第一 篇第一章 所谓的人不知而不乱 那这个在初九已经点出来了 更是无门 不见事而无门 也就是人不知而不乱 但是那个是一个就消极来说 这个呢更积极 因为你做那么多的事情 你都不以为意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的德才真正没有后遗症 德薄 我爱众生 但是呢 这个爱众生而无爱众生的相 善而无善相 人而无人相 公而无公相 而化 所有这些呢 那么广播的 诗的 都过去就过去 这个所谓的 所过者化 所存者神 好 这个就是闲邪 纯其成 这个是纯其成 那这边呢 可以说闲邪 因为这个善事而不乏 因为这个善事而不乏 过了就过了 不放在心上 也不会刻意地去夸张记录 写在 写在那个自传里面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 再重提一下说 一约 献荣在天意念大人 这是君德啊 这样的人品才 真的有资格为君 君的位落在九五 但是 有资格做者 在君的位上面的 应该有 凡内在的品质 这个品质 这个德 各位在九二 好 到了九三 下挂之众 修得以成 这个成不是大成啊 这个起码 现在呢 这是一步 推几几人 由内 往外推阔 这个推阔 是另外一回事 这个不能只是 拥言 拥行 这有非常之言 非常之行 因为他不只问质 还问量 不只问动机 还问效果 这个时候呢 就有很多的考验 这个考验有两层 一个就是 就是 一碰到这样的时候 外在的事物 就是无限性 真的入入有限性 什么 而且不是有限性里面的 日常生活的 常态 而是要面对特殊的状况 你要去解决 你要去处理 你要逆政策 你要落实去执行 而且要求一成功 这边就两重的考验 第一考验 你的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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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纯粹的 动机 有没有 不知不觉 就完整 你的根本自信 有没有 不知不觉 就有时了 你还能不能做到 顿事而无闷 还能不能够做到 善事而不乏 你说不到就表示 你其实已经 不知不觉 依赖你所做的事情 来支撑你的自我 不再是 我的自我存在意义下 是百分之百 由我内在的 自由意愿 而决定 就你被你所做的事 侵略了 第一种考验 就考验你的德 你到了九二 这个德看起来 已经很OK了 可是没有经过 严厉考验 他是不是真的 还有疑问 要经过严厉的考验 还是 还算是 第二 因为 外在的事业 不只问质 还要问量 不只问动机 还要问功效 要问的功效 就不是你的真诚 能够完全决定 你内在的问心无愧 只凭你内在真诚 没人做不到 但是你要求你所做所谓的效果 不是你要真正的功 除了真诚 还要靠你的知识 总研究到知识 所以 其实就是 所有掌握外在条件的力量 用什么来掌握 就用知识来掌握 所以 大学里边所谓的格务知识 诚意真心 到修身为主呢 靠诚意真心 助理 可在外面呢 有修身 下面呢 城下 治果 平天下 当然 在这边一步步推破出去 内在的真诚 都不能够 打折后 没错 所以大学说 新政 而后深修 深修 而后加齐 加起而后果汁 果汁而后天下宁 好像说 一路下去顺理成章 就一个侧面来讲 没错 意思就是说 一直到治国平坚下 你的那个诚意真心 都不能打折 都是同样的饱满 可是有另外一面 他活着 所以毕竟 他重心还是落在内圣学 在外国学习的证表是不够 其实每跨一步 都要加进大量的辅助调节 就是知识性的调节 修身你很OK 这个齐家就是关系到一个 这个家不是我们现在 所谓的家庭的家 是大夫的封义 你要领导一个线 不是你一个人的事 所以呢 由修身到齐家 它不是一个分析命题 可以说你诚意诚心 就无条件的分析 出这个结果来 不是 它是个综合命题 就是要加进其他条件 尤其他到治国更庞大 要加进更多的条件 到了平坚下更不用说 但其实我们的那个 传统的大学也把中中 或者宋的理学 其实就这个部分呢 比较相对互相对 但是更强调你 念在那个本不能失 就要到了像王夫之 到了由理学到新学到气学 比如说正是客观的知识 客观的物质条件 所以他说 没错 就我们如学来讲 你心是本 那个 那个情绪是末 精神是本 物质是末 德是本 业是末 但是本不然大 末也不小耶 本大末意不小 所以传三个名言 我们要到了近代说的西方文化的创纪 才重新正视 物质 知识 客观条件 它的重要性 我们过去三个忽略了 那就算是有一些这样 这些外在条件 也使得工业也标平 比如说完阳明 王阳明也从来没有谈过班长 在大陆现在王阳明那么红 什么严格重要的原因 他有工业 其实大陆还是喜欢工业 那王阳明为什么能够有这种工业呢 原来他在真正回到儒学之前 杂学一大堆 那些什么兵法 什么要塞 什么三川的这些弟弟 他以前因为他是很聪明的人 个性就非常跳脱 所以王学为什么有前三变 全部都是杂学 甚至不能学到打坐的时候 都能有感应 他在阳明洞 原住车有朋友来 就吩咐同事到前面去 迎接过来 他都可以感应 未补先知 他后来觉得说 这个是拨弄精神 不是根本的学问 才回到儒学 回到儒学 都表示他只有儒学 他也有 没有回到儒学正统的时候的 一大堆的杂学 所以他也学过兵法 所以后来打仗 内外都有啊 才能够平成好之乱 什么之类的 所以这边对于客观的知识 中国文化传统 一直没有认真的证实 所以未来的一定是 中国传统文化 这个内圣之学 根本的修养 要跟西方的外在的学问 知识之学 一定要融合 未来整个世界文化的大趋势 所以在这边他只告诉你 他只告诉你要警惕 所以九三约 但我们断句啊 依然要修改 细体 若立 古旧 何谓也 子替我说 子替我说 君子 尽得修也 忠信 所以尽得也 修持 立其成 所以居业也 知智 可与 积也 知忠 忠知 可与 存意也 事故 居三位而不交 在下跪 而不忧 不浅浅 因其食而聚 虽为 无咎 好 在这边啊 我们看 这个文言里边啊 有六个谣 文字最多的就是九三 它有五行啊 其他的顶多只有四行啊 或者是三行 对不对 就这个满满的五行 也就是说 就功夫 修养来讲 最难的 问题最多的 就是在这个地方 就在内圣外王之间 最要恳切 所以呢 君子终日前前 终戏剔剔 我们说 戏剔剔就是省文了 终日前前 终戏剔剔剔 虽然若利 其实可以无救 什么意思 他也是甲头孔子说 君子敬德修业 敬德是内卦 修德嘛 那这个修了这个 德已经是拥言之戏 拥言 拥行之戏了 闲邪寻其戏了 现在要进一步修德 叫敬德 因为九三也是一个敬要 不定的位 而倾向于要往前去冒险 所以这个德 就不纯然是 九二那个拥言拥行的德 要落到了 非拥言 非拥行 不是平常的 是有一个特殊的目标 预期 设定 要修德 这时候修德跟 跟九二这边修德不一样 九二纯然是内在真诚 所以呢 就纯正内向而言 诚实就够了 诚实就够了 可一涉及到外网 诚实就不够了 也可以说 他只好诚实 就是容易 闲邪 存其诚 同样的 学哲学人呢 要么就是 那个脑子 非常灵光 要么就是呢 他专门会啊 这个找很多理由 来开脱 来找借口 因为 他 哪一套哲学理论 都会懵人 自欺而欺人 但是你要进一步 到外网之学的时候呢 诚实就不够了 聪明 相对有他应有的地位 那由聪明展现为 知识 知学 广义的知识 知学 包括呢 去了解 去掌控 去善用 所有的外的条件 物质条件 人力条件 处置的条件 程序的条件 方法 应该怎么做 最有效的条件 那这个都是归纳在 知识 而这个知识呢 跟人的哀求有关 跟聪明有关 所以 这个时候要 敬德 因为 因为他同时要在修业 内化主 德 外化主业 为什么要进这个德呢 因为牵涉到 修业 好 于是这边啊 跟修业相关的 敬德 因此就有 两重内涵 第一重 这个根本的动机 动力 而言 依然要来自于你 内在的政策 所以 忠信 所以敬德 你进一步 牵涉到 这个 修业 的德 依然是你原始 九二那个 咸邪存其 诚 的那个德 这个诚 转一个说法 就是忠信 忠也是诚 信也是诚 忠诚 诚信 只是忠 若在 对待自己来说 信若在 对待别人来说 所以 文与忠 同时 教来教去 不过是忠信 两个字 只以四教 文 行 忠信 在这边 忠信 才是 教学的内容 文 行 只是教学的方式 文 就是言教 行 就是圣教 所言 无非 忠信 所行 无非 忠信 言忠信 行 读境 所以 南墨 之带的实力 言不忠信 行不读境 所以 周里 行无三 不就是忠信 所以呢 根源 不能忘记 这个没错 没问题 忠信 所以 修 尽得也 至于 修业呢 这句话 现在也变成 很普遍的 称 叫 修持 立其 成 成 就是前面 所谓的中心 还是中心来 但这个中心 已经不只是 原始的 纯粹的中心 纯粹的成 它要成的 进一步的 开展 这个开展 就是修持 这边 也就是可以 呼应到 后来的 我们当代的 所谓 广义的 知识之学 所有的 知识之学 修持 并不是修持 学那个修持 把说的漂亮 不是这样子 而是要这边 要去 要去 尽力 涉及到 外王 事工 求其 有效 求其 妥善 有效 的工具 这个工具 就只用 持 来表示 那这个 用孟子的话来讲 就是知语 这边就是 修持 意思一样的 这个知 不是知道了知 而是参与 主 主 控 就是善用 知研究 善用 所有 原工具 原工具 就直接 就是 沟通的 沟通的工具 广义的沟通 包括呢 去设计 一个制度 运作 这个制度 让它成为 所有 人 的 共同的 平台 在一个平台 上面呢 可以有 这个 论语 所谓 这个 导致 以德以后呢 要 齐之 以利 让人 在这个平台中 能够有效的 互动 交往 所以要 修持 修持 叫做 利其成 利其成 这个利很有意思 它不是 回归到 内在的 真诚 而要 让这个 成能够 立起来 我们用 现代的概念 来讲 让你 纯粹 内在的真诚 客观化 内在的道德 客观化 不是一个 纯粹 内在的 真诚的 动机 这个东西 也能够 落实 客观化 成为呢 一个制度 这个制度 运作才能够呢 表现出 它的 功与效 能够真正 要为人 众生 谋福利 所以 修持 还是根据 你的根源 就是 由 尽德 来变来 中性 所以 尽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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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要 根据 最核心 原始的基础 就是 你的 参与 不过 不是 只是 原始的 参与 原始的 东西 还要 进一步 叫 尽德 去 深入到 修业 修业的 主要的 它的表现 就是 修持 而这个 修持 事实上 是 道德的 客观化 是内在的 中心 与成的 客观化 因为客观化 有才能运作啊 才能表现出 它的功与效啊 好 所以 这样 所以 居业 业 这个 居啊 这个 就是 停留的 意思 好 那 住也是 停留的 意思啊 住 就是 在这里 不在 不在 流动 住在这里 就居在这里 都是停留的意思 这个停留在这边 就让 这一个事业呢 可大可久 就是 有三分钟就过了 那个叫做过点云烟 那叫一时的烂潮 不算 要能 能够持续的存在 持续的运作 持续的发挥它的功效 叫聚业 那怎么样 你的事业才能 可大可久呢 你有两方面 一方面 根据你原始的层 二方面 这个层 可以刻画化成为一种制度 刻画为制度才能够运作 你的制度是依然根据你原始的增长 你才刻大可久 好 好 这个时候就牵涉到 道德事业的始端与终端 孟子所谓始条理和终条理 我们用现在话叫始创原者 就是所谓的前缘 大在前缘 万物之死 万物之死 对不对 那还有那个中端 中条理 我们用现在话叫做中成原者 那就是昆德 智在昆缘 或是大在前缘 大是指的它直 叫大 智是指的它历程中 可以贯彻 由始到终 可以作成这个实力 做到最后 叫中 最后是一个完成的成 这叫中成原者 在这个 在这个 在这个有内圣 到外王的时候 我们要掌握这两项原则 知 智 而智 智 这个智就是掌握 掌握这个始创原则 而且 而且实际上 而且实际上 真的能够 执行这个原则 走下去 所以智 第一个智 是个明史的身份 是智这个动词的受词 第二个智是动词 我们一方面了解 掌握这个始创原则 而且付诸实践 这样的话呢 可与机 也机 机为 就是一开始的那个始端 我们知道这个呢 我们就可以呢 真正发动这个事业的创造 因为有这个始创原则 方向就不会歪掉 我们就可以朝着 这个正确的方向呢 去发展 这叫自知 还要能够掌握这个终成原则 不但了解这个终成原则的理论 而且也能够付诸实践 付诸实践 不但能够自知 往前走 往正确的方向走 而且能够真正走到底 能够成立最后的圆满的结果 就是理愿文明的建设创造 这个时候才可以与纯意 这个跟九二的纯成不一样哦 成纯粹内在动机 意呢 落实下来这个恰当的表现 所以 所以 愿恒立真 立者意志和也 也就是说 落实下来 有所争议 这个争议就是赋予了 本质是价值中意的 事实不误 以意义 成全了它的存在 所以意 孔子强调一下 孟子强调 意 有的时候孔子的重心 还落在 纯粹生命的修养上 孟子也指向于呢 他的客观化的 这个事业的成就 落到生活中 表现他的效果 这个时候就要讲究 种种的客观条件的配合 这个叫做全行 斟酌 拿捏 找到最恰当的方式 这个叫纯意 纯意相当于孟子说 不只创造一次的下当 而也要累积一次一次的 这个极意 能够一次一次的累积 才能够养那个浩然之气 表现出他的客观的力量来 客观的力量是 每一次基于中性 中性所以尽得 然后呢 在中性的基础上面呢 去让这个内在的真诚理想 客观化 由人而易 由动机而效果 而且这个效果要一次次累积的 所以才能够由力而振呢 振才能够成为势之干呢 不是偶然的一件好事 而是累积一次一次一次的 成为一种制度 成为一种风气 成为一种累积的业绩 这才能够存异 由直而量 好 事故居上位而不交 这是指的中日前前 始终都回到你的本分内在 没有异化 没有辩知 在下位而不忧 依然是内在自信 表现出来 就是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境 荣德都是荣德 没有改变 好 那这两句话 展示出来 他的根本态度 举上位而不交 是根本自谦 在下位而不忧 是根本自信 不应环境的恶劣 而动摇 那也不因为你的失业成功 而得意 一方面顿事而无闷 一方面善事而不乏 顿事而无闷是根本自信 善事而不乏 是根本自谦 好 这是所谓的中日前前 顾前前 因其实而替 这是中性替替 中日前前 面对自己的根本态度 永恒的态度 替替是面对日新月异 不断在变化的环境 要实时呢 不要警惕 实时 不要正视 不能因为过去的成功 过去呢 守门守路 已经都很纯熟了解了 就可以怠慢 一点都不怠慢 这样的话 想说虽为无救 这个为啊 纯粹内一圣修养 是没有为的 因为百分之百 常会在自己手上 可是一千岁大万八十 这个为 这个为有两重 一个是 你的中性有没有不知不觉流失 内圣修养的尾 光是九二还靠不住 你要进一步去接受考验 经历过这些曲续折的考验 你面前的自信跟根本自信都在 中性没有打折扣 这种通过这个尾难的考验 另外一种唯一就是 你失业是不是能够作成 不是你的内在真诚都可以决定的 还要看外在条件 还要看机运 机运只能够尽其债务 只能够尽人事拼天命 这样的话 虽然客观的事业没有值得保证 你也不会因此受挫折 受打击 因为很知道这不是我一个人 我的内在的真诚就能决定 所以当那个不成功 失败来源 可以第一时间 欣然 依然 不过因此呢 你能有什么挫折 感 是不是 经常能够虽回五九年 好 九三可以说 为你真正去投入外王事业 那是上挂的 从九四开始 要为真正投入外王事业 先做比纯粹的内在修养 要更进一步的心理准备 你做好这样的心理建设了 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了 你才可以开步走 这个时候不是只有单一原则 内在真的 有双原则 不但要知智 还要知重 而且都要能够真正做出来 不但要存诚 要存意 先你概略的了解这个状况 做好心理准备 好吧 开始开步走 开始去冒险 你就真的遇到危难的时候 你也有心理准备 本来就会是天堂掉下来 本来就步步都是经纪 本来就是步步都是经纪 那我们在课堂上面 独立准备是先做心理准备 回家去 见到你家里的女子小人 就见真将 好吧 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下个礼拜再次 起立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好